长假,因为疫情原因,出不了远门,选择去汕头附近的山里转一转。潮汕这地方有个特点,山上的寺庙供奉多神,在别的地方很少见到这种现象。 出城上了海湾大桥,就开始堵持,看来出行的人还是比较多,去往南澳岛方向堵持是更加严重。 路上还遇到一些小型的事故,堵持成为中国街甲的这个常态现象。 今天天气也不太好,下点小雨,但是呢空气比较清新,也很凉爽,我们步行上山,打这个伞,雨不是很大。 潮汕这个地方,民间信仰非常有特点,它是多神崇拜,不仅山上建了很多寺庙,每家每户在家里面都要拜老爷。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点,山上寺庙都是民间集资建设的,很多是华侨,捐资建设的,规模不很大,但都建得非常漂亮。 我们到了第一个寺庙,这里塑了一个非常高大的观音像,是一个宋子观音,这里就跟潮汕的传统的文化非常有关系了,看这就是宋子观音。 雕刻的非常的精美,真的非常漂亮。 这一处建筑非常有特色,当地人给它起了个名字,叫八角亭,盘古开天地,太极定乾坤,看这个地链,就知道跟道教有关。 一听说是八角亭,我以为就是一个八角形的亭子,但过来一看,实际上这里是九个亭子,每个亭子是六角。 中间是一个亭,边上是八个亭,每个亭子里面是供奉的八仙里面的一个行仙。 按照我的想法,如果名副其实的话,应该叫做八仙亭,它毕竟是纪念八仙的。 看,这个亭子里面供奉的是张国老,八仙之一。 这个角度看,八角亭规模,气势,色彩都很漂亮。 它建在一个水库的一边上,周围都是山地,环境非常好。 我们又冒着小雨,到了一个叫神仙里的村庄,这是典型的潮山民居,下山湖。 村边上的山上,也建有一个寺庙,环境更加的幽静。 玄天上帝,我们看它的供奉,最右边是南北新军,中天是玄天上帝,左边是观音。 所以说它这个道教的,佛教的,都供奉在一个殿里面,是典型的多神崇拜。 看它这上面写着神光普照,不是写着佛光普照,而是神光普照。 雕刻也非常精美,朝山地区的整个建筑,它房上面的雕塑都非常的漂亮,各种各样的雕塑。 这样的寺庙里面,没有道士,也没有和尚,基本上都是村民啊,它组成理事会,自行管理。 因为它是多神崇拜,佛教的道教的神,都供奉在一个殿里面。 而且这个庙呢,非常古老,你看这边它就是建在一个石洞里面。 一共是三块非常大的石头,形成一个天然的石洞。 这地方就是供奉的玄天上帝。 玄天上帝也叫真武大帝,它是北方的神明。 道场呢,在现在的湖北五浪山。 当地村民说,建在这个天然石洞的寺庙,已经有很久的历史。 现在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历史古迹。 而且呢,这个寺庙香火特别旺盛。 节假日的时候,香客、游人都非常多。 今天我们很幸运,因为下雨啊,环境非常的幽静。 潮汕地区的多神崇拜,是一个非常有特色,也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。 大家到潮汕时,可以走一走看一看,了解一下。